飘铃它是我们身体里边遗传物质核干酸的一个代谢的产物 那么它是由核酸经过黄飘铃氧化酶的这种氧化的 那么主脊先形成次黄飘铃再化成黄飘铃 最后转化成这个尿酸 所以它是凡是我们进食或者我们身体里边有细胞核的这些细胞 那么进行代谢这个新陈代谢消耗破坏的时候 里边所含的这个遗传物质它就会代谢形成最终的产物就是尿酸 那么一般的不管是健康杂志还是专业医生那儿都会有高飘铃中飘铃低飘铃 这样的这种饮食衡量表 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来进行选择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